第三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度拟合 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个过度拟合 就是到底这个问题主要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之前如果说你有上课多层感知机的话 这一课我们的最后结果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课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飞线性模型嘛 然后结果我们到了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弹性网路是一个线性模型 就它拿到的performance是0.333 那MLP拿到performance是0.31 所以线性模型反而比飞线性模型来的更好 那这个但是如果是在training sample的话 我们会发现线性模型在training sample表现了0.374 但是这个就是 那个MLP就是飞线性模型我们得到的是0.515 那这个问题就是发生过度拟合啦 你切的边界并不符合事实 你把一些error也算进那个切割边界里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过度拟合的问题 那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这两节课 就是过去两节课 我们学的深度学习 它其实就是我们那节课讲的这个多层感知机啊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它太远哦 好只是说当初我们只是介绍它的原理啊 我们还没有对它要如何好好的training一个多层感知机 然后好好跟大家介绍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介绍了 就是我们如何来避免过度拟合 因为如果说这个model fitting的很好 但是都去fitting这个error这样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这个我今天教的这个东西哦 就是你之后training任何model都必须要用到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好 那首先啊我们先这个 我们这次啊就是因为 呃我们现在是要处理这个过度拟合嘛 对不对 那我们生成的资料 就没有办法应用在这个过度拟合的研究里面 因为我们生成的资料 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样产生error的啊 对不对 那或者它的x跟y的关系什么 这个我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想要用真实的资料来做啦 好那之前有上课的同学啊 应该就是有反正就是 呃我们 我们来这里下来翻例资料啊 好啊这里下来翻例资料跟之前的课程 用的其实是一样的data啦 好不好 那个就是总共只有5000笔 信念图的这个资料 好那我们把它读进来 诶没有办法开启连结 好我们把它读进来啊 这个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读进来之后 这个会长什么样子啊 大家用server读哦 然后那个用server读 因为我们版本是一样的 你用mice的时候就不用再改语法了 好不好 好那我们总共的training data 3000笔 呃不是只有1200 好没关系 validation data 422笔 test data 423笔 好啊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们要在training data里面fit model 然后validation data里面 看看哪一个model performance最好 最后在test data上只做一次哦 好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上一节课学到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我们在 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个学习的时候没有用到的哦 上个学习的反向传播法的套件 我们是用套件做的 你会发现它的套件要输入的参数 诶这个size啊 这个size是这个 它的size是那个就是神经人的数目 然后你要迭代几次 这边是100次嘛 对不对 然后这些 这是学习率 你会发现它没有小bench 就是它没有决定bench size是多少 那我们上一节课啊 有学到这个 你如果害怕overfitting 你其实可以用小批量t录像法嘛 对不对 你把sample size调小一点 那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这个我们已经学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 好 那这个方法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就是增加变异 这个小批量的本质就是变异会大嘛 对不对 那变异大的状况之下 它的分割边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太 这个没有办法太就是太清楚 它就必须比较smooth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增加变异的话 那我们就有可能去避免overfitting 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们怎么去增加变异勒 我们也可以手动增加杂讯 手动增加杂讯 那如果我们手动增加杂讯 因为同个sample有时候是positive 有时候是negative 那他就 那这样子的话 model学起来就会觉得非常困扰啊 对不对 这个 你们刚刚不是说答案是ABCD好了 刚刚不是说答案是A吗 为什么同个题目没有换呢 那答案怎么变B了呢 那这个时候他就 没有办法 就是他有时候会 他就没有办法背的那么好嘛 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背的那么好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 他就有一个机制啊 就是说 那我不能 我就是 呃 呃 就是 我要 给他一个比较平滑的预测啦 就不能够那么 那么刚好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用去增加杂讯 增加杂讯有一个 另外一种叫法 这个叫法叫Data Augmentation 就是资料扩增 我换个讲法 就是我要让你资料再变多一点 但是本质上就是增加杂讯 好 我们先这边 现在讲说 呃 就是把 让Data增加一些Noise 你可能会觉得 呃 就是 怎么可能 这样子 为什么Data可以walk 对不对 model可以walk 我们这边举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例子 就是让你了解可以walk 好 觉得说你现在有一张图片 然后这是一个病人的 这个 觉得说 这是一个病人的 这个胸背是光号 好 你把那个图片啊 这个旋转 呃 三度 旋转三度 几乎没有改变嘛 对不对 旋转三度 这个结果会改变吗 可能不会改变 对不对 可是他会有Noise noise 就是他跟本来的图 就长得太一样了 那个病人 那个本来 照胸背X光的时候 这个 占的直直的 跟占的 歪三度 其实歪三度 你可能看不出来 对不对 那你可以给他一个 随机的这个 歪的这个度数嘛 对不对 你可以-3度到3度之间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产生很多 有杂讯的Data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虽然说真实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占的直直的 根本不会有那个什么三度的天理 但是你就给他一些杂讯了 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有个强调哦 就是资料扩增这件事情啊 我今天在我们今天上课只会讲个范例 之后我们有一些课程啊 之后我们有一些课程就是 包括你处理到图片 处理到语言的时候 要怎么去做资料扩增 这个每个领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好那我们要怎么增加 我们要怎么做资料扩增呢 来这边有个叫Noise 对不对 这是 就是这个函数就是我们直接就 这是我们直接这个就是 上捷克的函数来改的 这边多了一个参数Noise 这个Noise在干嘛勒 这个Noise在这里 我们给它Ctrl 我们先把它复制下来好了 然后大家看看Noise在干嘛 好这边有一个Noise 好这边看到了 如这边有一个 我们的每一个Data都会增 都会加上一个SD 那这个SD啊 这个 这个SD 等一下我们这 我们这边就会 我们这里就会给它 做一个Random的抽取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心跳 是这个 我们这边如果输入0.3的话 就代表你的心跳本来是可能 标准差是10 那我就会从正负3 的这个常态分布里面 然后去抽一个值出来 然后把那个东西给No 就是把它就是变得有点杂讯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就本来啊 这个 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 主要是说心脏衰竭的病人 可能心跳会跳得比较快一点 那这个正负三下 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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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负三下 他可能都算快 对不对 没有说一定 因为你现在收案收进来的时候 他可能跳107下 就刚好是107下 对不对 那 如果你给他一些Noise 那是不是就会告诉他这个 可能104下到1010下 都是这个病人 那其实这个病人真的很有可能 你就花 你就可能隔个一分钟去给他测一下 心跳可能就真的会增负三下 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说这个Data Augmentation 它的逻辑就是啊 我们Data里面虽然没有 可是我们希望制造出一些 真的是有道理的Data 你当然不能太离谱啊 你不能说什么 那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的心跳啊 心跳正常来讲是这个 可能是60到200下好了 可能会有人200下 然后你加了一个Noise 是什么 正负1000 那就全部都是杂讯啊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如何增加Noise 这件事情啊 本身 要嘛你就要有点这个 对Data有一些了解 你要知道怎么样增加Noise 这个Data还是那个Data 要嘛你就要用试的 那怎么试呢 比较简单的试法就是 你做完之后在ValidationData上面尝试 那如果ValidationSet上面 Performance没有 这个没有持续 没有下降 那你就可以增加Noise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啊 来这里DNNNet DNNList等于 你把TrainingData ValidationData都放进来 然后我这边现在给了一个 我现在Noise是0哦 也就是我没有给Noise 然后我这边 这个Number of Hidden是30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30 神经元30的一个神经网络 BennySize是100 BennySize也可以调小啦 我们来Source一下 好你做出来的这个 Training的AUC是0.802 Validation是0.78 这看起来 这看起来可能就是还不错 对不对 好 可是因为现在我的网路不是很大 我的网路 这个 两层深 对不对 然后Number of Hidden只有30 我如果给你一个很深的网路 觉得说是300 不是这个没有很深啊 但是就是 它要Fitting的参数就多很多了嘛 对不对 10倍 好我们这时候再Training一次 你应该就会发现这个结果啦 我们把这个关掉好了 好那我想跟大家讲是 如果你如果看到Training跟ValidationData 它的Accuracy差不多 因为Training是考古题嘛 对不对 ValidationData它在Training的时候没有看过 所以它应该是新的题目 他们两个表现差不多 那跟他们两个表现差很多 就算你不了解model如何运作原理 但你应该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你写考古题跟写真实的考卷 分数差不多 这样是不是代表是你的实力有道 那如果你考古题写了90分 那你实际做的时候只有70分 那这你只是把考古题背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样的状况 如果说你这两个Accuracy 差不多 那它应该就是没有Overfitting 那这样就是有Overfitting 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 在没有Overfitting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是 看有没有办法再提升它的Performance 因为它可能还学得不够好 实力还没有上升到极限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去增加你的Number of Fitting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大家以后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发现了Training Data 跟Validation Data的Accuracy 是差不多的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去什么 缩小Sample Bench Size啊 或者是什么 之后还要继续增加Noise之类的 因为它都已经考不过 它就已经实力都还没有 它的那个脑容量都还不够了 你现在就要让它这个再学得更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样懂我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我们给一个Noise哦 就是你现在这里还是30层哦 结果你Noise给0.3 你得到我这边就不是了好不好 你得到的答案你会发现 它几乎没有变化对不对 performance也没有下降 可是如果你对一个大model 这边是300 给Noise 你会发现这个 结果就会下降了 这个至少Training的Accuracy 那至于怎么样 才可以让这个 Radation的这个 就是 performance上升 这个 这个你就要好好调贝塔 假如说你现在调到0.5 0.3 不会上升嘛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0.5 好了 Noise在这边0.5 那我们再试一下好了 Bench Size也调小一点 主要调20好了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本来是0.9 0.68 对不对 我们来看结果会变怎么样 哇这个是 这个是Noise太多了 你看他 甚至还比不上小网路的这个 小网路的Training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他的 Radation是不是就上升了 因为他没有那么容易overfitting 可是问题是 Noise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学不好 现在我们遇到问题 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 就是即使我们不写程式 你也很容易可以理解 就是 我现在 就是 我要避免他 避免他overfitting 我就是要给他增加 杂讯 杂讯要么我就手动加 要么我就减少fembsize去加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好 那 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就是 这个便利啊 我刚刚是随机给的 对不对 随机给就是我 我刚刚不是说了 我的给法是 先去算他的标准差 然后他的标准差 如果是这个 假如说3的话 那我就可能在正负3里面抽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因为你的便利是随机的 所以没有 学不出pattern 对不对 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 你的便利如果 你因为你这个是随机的啊 所以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一个题目 好 正解是a 然后有 百分之十的机会 他没有任何pattern 哦 就是百分之十的机会 这个答案给的就是错的 那这个是不是就没办法学习 那假设我们有一个题目 是看到一个关键字 那他就有一定的机会 从a变成b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有机会被学习到 就是这个error 是有机会被学习到的 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说 这个 只要你便利给的是全随机的 那 他其实是不可能被学到的 不可能被学到的 model在training的时候 他的效果就只是软化边界 什么叫软化边界 就本来你可以做锯齿状的切割 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做锯齿状的切割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好 可是如果 你的 你的这个 noise 是有逻辑的给 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 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 主要来说 这个 你这个 主要来说这个 假设有某个病的病人 好 就是照X光的时候 常常会Y7扭8的 所以说那个病的病人的 这个 主要说 你在training的时候 你有一堆有那个病的病人的X光 对不对 另外一堆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就不给noise 可是那个病的病人啊 你就给他 比较容易Y7扭8 主要来说这个 就是 这个 你就让他说正负10度在跑 这样 那这样这个noise 是不是只出现在cast组里面 所以 因为你给他 你给他的这个noise 是有选择的 所以说未来他看到了那个 正负10度有偏差 就是 站的Y7扭8 他就会觉得比较像cast组 因为他的control组都是站的 可能几乎就是全正的 那你给了他这个据误导性的noise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你希望的model 透过这个特征去认人吗 如果你希望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方法 那如果你觉得不希望 那就不好 这样可以了解有意思吗 好 那 我们现在原则上 大部分的noise都是随机的 因为 能够想到一个好方法 去做data augmentation 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就你要对那个data 有非常大的理解 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的状况下 都是随机的 如果是随机的 那跟之前那些什么 随机森林之类的方法 这个 都差不了多少 就是 你其实就是软化那个边界 好 那如果你上学期 有学过随机森林 跟绝特树比较的话 你应该还记得随机森林 是怎么去制造随机性的 他不是 他不是说 去把data给noise 他是每一次做一棵树的时候 他都从原来的1000个样本 随机抽 800个上来 那这样就产生一棵树 tree 1 那在下一次他产生tree 2的时候 他就是再随机抽800个样本上来 所以每一次的样本都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一次的样本都不一样 这个跟这个小批量意思差不多 对不对 你的批量越小 它的noise就越大 这样可以了解 好那 我这边就不去试啦 这个基本上这都非常简单的事情 很容易可以理解 好所以说今天的第一个小节 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再强调 也就是算是一个复习 就说这个 你如果希望的model training的要好 你可以给他加noise 那noise有很多种加法 一种是泉水机的加 一种是有逻辑的加 但是有逻辑的加不好加 因为你要想的 你要认为那是对的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们这边来一个 就是来一个简单的这个练习 就是 我们做真实世界的样本的时候 其实 不是说真实世界 是 我们在医学领域 在training AI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类别不平衡的问题 好 就是你的CATS组的人数 可能比原小于control组 这个在 这个一般的什么就是 资工系开发AI 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你 假如说你想要辨认猫跟狗的图片 你很容易可以找 1000张猫的图片 1000张狗的图片 对不对 你想要让他平衡就平衡 不会有人故意说 我猫的图片只收集100张 狗的图片我就要收集1万张 这不具成本效益 对不对 可是病人的图片都不一样 这个 有些病你想要收很多 你也收不到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内边不平衡问题 是 这个医学领域 比较容易遇到 可是 其他领域 他可能不会遇到 因为他们产生 data的成本 是很低的 好 这个 我们现在说语言模型 TripGTT 你发现 他的sample 主要说都没有 都没有中文的 那我们就增加一些中文的啊 对不对 难度没有那么高嘛 好 所以说 类别不平衡是医学领域容易遇到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我们 希望啊 你 呃 反正你如果有 你如果Case跟Ctrl是1-99的话 那你model全部都拆 这个人 这个没有病 那你准确度是99% 所以这指标不好 所以比较好的指标是ROC曲线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啦 那 可是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已经说要小批量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说要小批量了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Bandside小一点 比较不容易有noise 比较不容易 这个overfitting 那 那你的Case 如果你的bench size是20 好了 那你那个疾病的生情率是1% 那是不是很容易一个bench 里面一个Case都没有 这就是个大问题 所以 你可能必须要让 抽 抽样本的时候 你可能Case跟Ctrl要各一半 那还有更多很进阶的抽法 主要说你不只要CaseCtrl各一半 你是女生的Case 四分之一 男生的Case四分之一 女生的Ctrl四分之一 男生的Ctrl四分之一 男生的Ctrl四分之一 我们在抽Sample上来的时候 本来是直接抽Sample 现在变成Case跟Ctrl分开抽 就这个样子而已 好不好 那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你要试的是什么呢 你要试的是有Oversampling 跟没有Oversampling 它的Performance差异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你可以特别去测 在Benny Size小的时候 有没有Oversampling 应该差距会比较大 因为Benny Size大的时候 他大概 虽然说Case很少 可是总是会抽到 对不对 你Benny Size只有5 如果只有8好了 对不对 那你要抽到Case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对不对 那就容易Fitting失败 好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实验 好那这个答案就是 基本上答案大家也直接贴就可以了 要改其实也很容易 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再强调一下 就是在这节课 这节课语法你完全都不会 练习题完全都不会做 那也不会怎么样 这节课以前 而下一节课开始 我们对语法才会非常要求 因为这节课我们都是用首刻的 首刻就是难度很高 而且速度很慢 下节课开始 我们就是用套件做 那个套件跟以前的套件比起来难度高蛮多的 所以要蛮好好学的这样子 好那 这个 这些实验我就不做了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 今天 你如果 直接training一个神经网路 你如果没有好好调它的参数的话 这个通常training出来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那如果你好好调它的参数 它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是你应该要花蛮多时间的 这样子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讲 正哲化 正哲化 这个上个学期有上课的同学 那可能您听过啦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没有学过的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教一下 好 那正哲化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就是 我现在啊 希望 我 我本来在优化的时候 就是做t度下降法 对不对 那 我的loss 就该写成什么样 就写成什么样子 好 可是我现在希望给我的weight 加一个限制 本来啊 我的weight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哦 它该多少就多少 可是我希望它不要离零太远 好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说你是mlp啦 就是你是多层感知机 你就考虑你是一个线性回归好了 就y等于ax加b 好 如果你限制a跟b不能离零太远 如果你做了这个限制的时候 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这个x有很多个的时候 就是y等于b0加b1x1加b2x2加点点点 假设x有很多 假设x有几百项 甚至几千项 那你限制b不能离零太远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有没有没有上过机器学习记演算法的人 想要发表一下意见 上过课都不要讲啦好不好 上过课忘记了也不能再想好不好 有没有人要讲讲话的啊 诶亦云我在看你 讲讲话 不要离零太远有什么好处 不要离零太远有什么好处 不要笑的那么可爱啊好不好 讲下嘛 那大家思考一件事呢 不要离零太远 我们把它换一个讲法 就是如果有很多东西变零了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是不是想讲话 你要不要讲一讲 摇头啊 怎么那么可爱 没有人想讲 好 诶大家想一下如果你的式子 呃等于就是 主要说 y等于beta0加beta1x1 加beta2x2 加0x3 加0x4 这样那个x3跟x4 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就 因为他是0啊 所以有他跟没有他是不是就一样 所以你的系数如果是0的话 有个好处啊 就是 他会帮你筛选一些变相 对不对 有一些不重要的input 就被你丢了 如果是线性回归的话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有一些0 0就代表那个variable 不重要对不对 好可是你现在是多层感知机嘛 对不对 你 预测你第一轮神经元这样拉上来之后 你会产生很多个output 对不对 啊这个output是什么 这output就是很多 x1到xn的组合嘛 对不对 好可是你现在思考一件事情哦 他是怎么决定 假计 假计你的神经元有200个好了啊 这200个神经元是怎么决定 谁怎么组合的 怎么决定的 有没有人要回答 随机的嘛 是随机的吧 对不对 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随机的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会有人效果比较好 有人效果比较不好 可以吧 可以理解吧 效果比较好的可不可以丢掉 效果比较不好的是不是可以丢掉 所以如果你限制 就是 技术不能离临太远 那他是不是在每一层都可以去select 他的input 到底我要留下哪几个 懂我意思吗 每一层都可以select哦 好 那如果你理解这件事情的话 你再想一下你的大脑啊 这个 我们 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神经元是怎么去接的 我们是用矩阵接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 主要说第二层的神经元 网路的第二层神经元假设有100个 下一层神经元也有100个 那我说你那个矩阵要多大 100乘100对不对 是不是100乘100 100乘100暗示着每一个神经元 前面那一层的100个神经元 都可以接到后面那一层的100个神经元 每一条线都有通对不对 不然不会是100乘100嘛 对不对 那你大脑神经元是这样接的吗 你大脑神经元不是这样接的嘛 对不对 你每一个神经元 会接到后面的每一个神经元吗 没有这种事嘛 只会接一点点嘛 对不对 某一些神经元会被舍去 对不对 啊这个 有一些神经元 有一些神经元 他的连接 连接被 没有连接的那个机制 是怎么样产生的 好像就是 反正就是他如果 不太用 他就会不见嘛 对不对 可以了解吗 就是有一些没有上过 那个一年级的 一年级的再点头 这个都有学过啊 不是什么课 一年级这样就学到了 老师有提到 上什么课啊 大脑的课 大脑的课 就有提到这个东西了 太厉害了 好没关系 那你了解这件事就好了 所以 没有用的东西 就会变 就会 不接他嘛 对不对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不接他 在数学上就是0嘛 就是你乘上0嘛 就是你那个100乘100的矩阵里面有很多个0 0代表什么意思 这里 齿路不通 这样可以吧 好 所以说 怎么样 让你的 系数里面有很多个0 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显得 好像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这么运作的嘛 好 那 呃 我们把 很多个 就是你的参数有很多个0 这件事情 叫西书化 就是 在这个 就是 电脑科学里面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叫西书化 这样可以吧 西书化 就很多个0 它的连接是西书的 不是密集的 所以叫西书化 好那西书化 我们在数学上 我们要怎么一边training 然后一边 强迫它做西书化呢 这个正则化就是这个方法 正则化怎么做呢 我们的loss 我们本来的loss 就是额 预测准不准而已嘛 对不对 我们希望 这个预测出来的Y 跟实际的Y 越接近越好 本来的loss 就这个而已嘛 对不对 我们给它一个额外的loss 就是我们希望啊 这个W的绝对值 也成为loss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优化目标 希望loss越小越好 对不对 本来我只关心 YHUT跟Y 是不是越接近越好 现在我同时还关心 希望W不要太大 这两个目标同时满足 这样可以吧 所以 那当然啦 这个你说我要看重这个目标 还是看重这个目标 我这边加一个参数 去调控 这个LONDA是一个超参数哦 你可以决定它是0.01 还是0.5 还是100 你如果这边设100的话 就是你重视这个远超过这个嘛 对不对 这样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这边设0.01的话 你就是比较重视这个 那他也不是说不看他 但是 只看重1% 这样可以吧 那如果设定是0呢 那就是100%看他嘛 这样子 好这样可以吧 所以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loss 改成这个方式 我就可以强迫 这个t度下降法在做的时候 希望W不要离0太远 因为只有0 W是0的时候 他这边的loss才会不见嘛 所以 那他才会 这个 他的loss才会小 整体的loss才会小 所以说 你加入了这个限制以后 你在优化的时候 他就会 除非这个W 对这个loss 有很significant的贡献 否则 他就会是0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一种方法是 给这个就是 绝对值 就是W的绝对值 你希望他越小越好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W的平方 你希望他越小越好 这样可以吧 这个应该很容易可以理解吧 好 这个 你看你在数学室里面 加这个简单的小玩意 他就可以做这个限制哦 这跟我们上节课 加冠性重量差不多嘛 对不对 都很简单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现在加了这个玩意在loss 那你不是 解这个t度 你就要重解吗 对不对 你们记不记得那个t度 想法要怎么解啊 这个 我们这个loss解完之后 要产生于gradient gradient gradient a 然后要继续用连锁率一起往下 对不对 所以你做了这个小改动 是不是很麻烦啊 不会很麻烦哦 因为微分是可以用加的 对不对 微分是可以加法 我可以先微分再加起来 可以吧 这个可以了解这件事吧 不然你x的四次方加x的三次方 为什么可以分开尾 为什么是4x三方加这个3x2平方 因为你先分开尾了再加起来 可以理解这件事 微分是可以分开尾再加起来的哦 所以你看他既然是用加的 所以我是不是这里 微完再为这里 可以分开尾吧 那你这里微分很简单啊 你看这里微分 这个绝对值的微分 是什么 不要觉得太难 绝对值的协率是多少 1 正负1 正负1 对不对 协率是正负1 所以就是 W W这个时候是有正负号的 W除以绝对值 W自己的绝对值 这样就是正负1嘛 对不对 可以接受了 所以就是浪打的 W除以 W自己的绝对值 那平方的微分呢 这更简单 2拉下来嘛 有两倍的W 就是 对不对 因为我这边有个二分之 二分之一 所以除下 所以这更简单 好 那 这里 这里 跟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分开微分 那我是不是跟W有关的 我猜到他 跟W无关的 这一项 围下去 那绝对就是0 所以说 你考虑了你的Loss增加这一项 对整个T度下降法来讲 对整个T度下降法来讲 你要改的只是 你在 你在做T度下降法的时候 那个W要多考虑这一项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每一次 在减掉T度 W的T度的时候 在减掉 让打 乘上 W除以W的绝对值 或者是 减掉让打乘以W 就这样子而已 非常简单 等一下我们改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多简单 好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 来 你仔细看这个 系数 你如果仔细看这个的话 你把这个式子 放进T度下降法里面 是不是就是 下一代的W 等于这一代的W 减掉 Gradient的W 对不对 再减掉 让打乘以W 对不对 你把这整包放进T度下降法公司 T度下降法公司是什么 下一代的W 等于这一代的W 减掉 LOR乘上Gradient 对吧 现在Gradient有两个成分 一个是Gradient 另外一个是让打W 所以你相当于每次做T度下降法的时候 除了减掉本来的Gradient以外 再减掉让打乘以W 对不对 你每一次更新权重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是 现在的权重是0.7好了 你在往下一步 你在走下一步的时候 你都要再减掉让打乘以W 对吧 那这个让打是不是就很像衰减系数的感觉 你的数字越大你就要衰减越多 对吧 这个衰减系 这个让打就是固定你要衰减多少 你每更新一次都要衰减多少 这样可以吗 所以啊 这一个L2正则画的这个系数 它会有一个名字 叫Wed Decay Coefficient 如果你在paper里面看到Wed Decay Coefficient 那就代表说 它有做这个处理 然后系数是多少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字哦 或者说如果说它是什么 就是如果它是什么 这个什么 那个L2 Regulation 这样子也可以 那这样也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名字跟这个名字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可以了 好那这两个方法都可以拿来做正则画 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还记得上个学期 我们教的弹性网路的话 弹性网路就是这两个都用 然后再决定一个系数 去决定谁跟谁的比例多少 所以它两个可以一起用 好那你如果硬是要解完整版的话 那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它到这里才会加L2 对不对 就是前面前面你其实这个东西跟神经网路无关 它只加在Loss 所以它只有在Loss的时候要加 对不对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只有Loss会改哦 只有Loss会改 就只有W的Gradient会改 因为剩下的东西你围下来 因为这个L2正则画 跟所有的除了W以外的东西都无关 所以你只有W的Gradient要改 剩下的Gradient都完全不用改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所以只有这里要改哦 好所以如果你增加一个 就来说这里有一个 Wade Decay在哪里 练习了请你增加 好那就是练习了请你增加 我想想说这个答案在哪里 诶 答案在哪里 为什么这边没有Wade Decay 这边有个Long打 你试着加一下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听了 你够听得懂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的答案在哪里 你这个 你真的是有机会自己做出来的 好不好 因为改的没有很多行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刚刚T2下降法在哪里做了 是不是在这里 4i A从1到Number of iteration 对不对 然后T2下降法在哪里 好这里嘛对不对 T2下降法是不是在这里 下一代W等于这一代W 剪掉LOR乘上MHOT除以SQUARE NHOT 请你再剪掉Long打乘以W 那如果是SGD呢 那就直接再剪掉Long打乘以W 就好了嘛 所以只有这两行要改哦 试一下好不好自己试一下 然后看一下 做的你的做法跟我是不是一样 好不好这个应该花不了太多时间 那你多一个参注可以调以后 这个你也可以自己自由的调一调啦 看城市会不会出错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 我们这个给大家10分钟就好了 因为这个应该很简单 好 那这个 这个应该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很多暗示了 应该不会很难 这个Long打都加在这里而已 我们来看 就加在这里跟这里 就这样两行哦 就改两行而已 没有其他地方要改了 这样可以吧 都是剪掉Long打乘以W 剪掉Long打乘以W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这样可以吧 所以 听起来很复杂 但整体的改动很小 这跟那个 呃我们把 惯性动量引入T2下降法的感觉一样 对不对 所以大家多知道了一个参数哦 就是 呃我们 就是大家多知道了一个参数 也知道这个参数 也要好好的调整 然后他才可以让我们获得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 你看 为了要training个神情网路啊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好那 我们来 现在要讲今天的第三小节 就是我们今天上课讲了半天啊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啊 我们都在讲24G的东西啊 都没有一些新玩意啊 这个加Noise 这事情需要有人特别发paper吗 当然是不需要啊 对不对 所以你找不到一篇paper跟人家讲说 哦 我们的这个data 建议加一些Noise Performance会比较短 啊正则化啊 这个也很久很久以前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想到 我们今天讲个 2012年的东西 好 就是这篇paper 我上个礼拜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他好像也被引用12万次了 对不对 那 这篇paper 我讲说他提出了非常多 他整合了非常多种方法 去提现他神经网路的预测准确度 其中有一个他独创的方法 叫dropout 这个dropout这个东西哦 就是 呃现在 如果你从现在的观点来看 他有一点点被淘汰 就现在大家的神经网路 好像已经很少再加dropout 可是还是有哦 我说的比较被淘汰的意思是 他2012年 这个 Hinton刚把dropout搞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每个神经网路都加dropout 那现在可能已经有50% 的神经网路 不加dropout表现也很好 好当然是因为 后面又加了很多新玩意啦 就是去改进啊什么的 所以dropout就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他还是很重要 而且 通常加了他也不会吃亏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他是什么东西啊 那这些他的这个paper 到底有多了不起 这个我们都不讲了 好不好 这个 反正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是拿来解决 波杜女盒的 这个东西 他的idea是这个样子哦 这个idea很有趣哦 正常的神经网路长这样 就输入嘛 对不对 然后对下一个网路 就全部都有连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前面讲正则的话 就是希望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连接他是0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他整体网路就是稀疏了 他说像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稀疏的网路 对不对 好那实际上他怎么 来这个 Hinton他做什么事情 他说这个啊 我们 如果我现在要让这些线 变成0 让这些线变成0 这个我没有办法 这个 我会觉得非常困难 就是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让input 这些 这些全权随机的变0 这件事情会比较简单 怎么做呢 原本input的五个变相 对不对 x1到x5 我随机的让两个变0 我让两个变0 这件事是不是就很简单 可是你要让wait变0 这件事情对整个网路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你随机的 注意一件事情 他是随机的哦 就是 这五个input 我随机的让两个变0 那这一层的神经元 我也随机的让两三个变0 这一层的位随机上两三个变0 注意一件事情哦 刚刚我们说这个系数变0 会变什么 就稀疏化 那神经元变0 代表是 这个东西跟上面还有跟下面的连接 就全断了 因为他本身变0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 下面往上接也没有意义的 他会往后面接那也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变0 你系数变0的话就是这一条路断了 你这个变0 那就是他乘多少也都是0 这样可以听得懂我意思吧 好 idea是怎么来的 你可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 如果今天你的 因为我们在training神经网路的时候 没有办法每一个神经元分开training 对不对 我们每一次做T2下降法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权重都要一起更新 我们能不能规定 我们这次只更新他 好像没办法 对不对 好所以说 是不是很容易做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很像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 就是 我们出一份考试卷 给一个教室里面的学生做答 教室里面所有的学生是一起共同 共同完成这份考试卷 那是不是很容易就会有人开始摆烂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 如果我们每一次 就是每一次都把教室里面抽掉某一部分的学生 那是不是就大家都要会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会抽掉哪一部分啊 所以 每一条神经元 都必须被Wheel training 然后他们必须independent 就是虽然最后得出来的结果还是大家 大家采共视觉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 可能我还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就是 就是 大家投票 然后决定谁谁对谁错 但是就不会都是那一两个人的意见了 所以drop out的效果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个idea不错嘛 对不对 大家应该同意这个idea不错嘛 啊不过 重点还是idea好 那最后其实大家实行效果起来也非常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在神经网路里面加上drop out 你如果希望他进入神经网路那你就必须把它变成一个函数 然后组合进神经网路里面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组合啊 来他的函数长成这个样子 drop out x 等于 注意这个dp 这个dp是一个drop rate 通常你可以射成0.5之类的 就是有一半的神经 一半的东西你要去掉 好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重点哦 drop out 被sample到的当然就是0嘛 输出他当然就是0 这个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那 剩下的他要除以1-dp 我们这边随便举个例子啊 你就可以理解了 假如说 现在你的 现在你的 你的这个 regression 是y等于 y等于5 加上 2乘以x1 加4乘以x2 假设你原来的式子是长这样的话 那你把x2变成0了以后 这个整个式子的值域 就是y的值域是不是变小 因为本来有个x2这个变异哦 就x2这个东西本来会给一个 乘以4倍的乘以2倍的这个 就主要说他是一个正 介于正负1之间的数 他是不是就会给一个乘以2 就是他会有一个正负4之类之间的这个变异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 你把他去掉了以后这个 y他的值域是不是就变小 因为他少了x2这个变异 所以为了增加他的变异 你需要让x1 除以1-dp 1-dp 如果dp是设0.5 那就是我有时候舍去x1 有时候舍去x2 对不对 所以你的input就变成 y等于5加上可能 这个4倍4乘以2的x1 加上2乘以2的x2 那因为x1和x2有时候会不见嘛 所以整个式子就可以保持一样 这样懂我意思吧 你需要除以1-dp哦 这件事情很重要哦 这边听不懂的人举手好了 听不懂为什么要出于1-dp的人举手 一云你有在想吗 对嘛你就是听不懂就要讲啊 好不好来 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 有一个就是你今天 你希望 你希望 这个y 他的output 他的值域啊 他应该是 要尽量要接近 你不能说 呃 就像我们舍去了 就像说 呃 我们现在假设x1是介于0到1之间 1到-1到1之间 x2也是-1到1之间 然后你本来做一个regulation 你本来做一个regulation出去 那 他的y的值域 因为x1是 正负1之间 x2也是正负1之间嘛 然后假设他们的 假设他们的真实系数啊 就是x1跟x2的真实这个beta1跟beta2 都是正负 都是2好的 都是2 那他的值域是不是就介于 -4到正负之间 因为x1 他最小是 可以乘上2之后最小是-2 最大也是-2 那x2最小也是-2 最大也是-2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 他们的值域应该就是介于-4到正式之间 这样可以 那你的y 你的y的真实值 你y的真实值一定就是-4到正式之间嘛 对不对 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 好今天 你把x2给捨去了以后 那你会发 那model在training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他的真实y的值域是-4到正式之间 那因为你每次training 你每次training的时候 你每次training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会盖掉一个x1或x2 那你觉得他的x1的系数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假设你每一次都把x2盖掉 那这个x1系数的值 是不是就很有可能是-4 而不是-2 可以了解吧 那同理啊你把x1都盖住 那x2的系数就是-4而不是-2 可是你希望的是-2啊 因为你到时候用的时候你就不会盖了 对不对 你听得懂我意思吧 你到时候要推理的时候 你会希望x1和x2的两个资讯我都要啊 我怎么可以只看x1或只看x2呢 可以理解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希望他training的时候 他training的时候虽然会training成4跟4 可是你预测的时候你希望他是2跟2啊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让你在training的时候 你只抽一半的sample 那你就把剩下的input乘2 那你的系数就会是2不是4 因为系数就会调整嘛 这样可以了解吧 好所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事情很关键哦 这个有很多学生 在学dropout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要出1.vp啊 郁云这样听懂了吗 郁云 可以齁真的可以齁 你再想一下 好没关系啊反正我们等一下还有练习嘛 对不对 等一下再来 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解释 好 那既然你知道他的整个逻辑是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很像reliu 非常像reliu嘛 对不对 就是某一个条件就做什么 某一个条件就做什么 某一个条件就做什么 好那你直接把x除下来 他的导函数是不是就长成 1除以1-dp if sampled if sampled就是0 剩下就是1-dp 那个1-dp分之1 这样可以吧 好 那你要把它套进你的神经网路里面 你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个dropout layer 注意哦 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这个东西叫layer 我们的神经网路是怎么去做 怎么产生的 就是有很多函数的组合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函数有个特性要可以为分 否则你解不回去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把一个函数 在神经网路里面的术语 就叫一个layer 我们相当于 我们现在引入了dropout 相当于是产生一种新的layer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layer放在 神经网路里面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本来L是直接丢到reliu对吧 然后L2也直接丢到sigmoid 然后就出去了对吧 现在我其实是把L1先丢到dropout里面 然后变成dp1 dp1再丢到reliu里面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我的这个 神经网路 如果我只是要把dropout引入 我相当于是增加了两个layer 对不对 我在每一个 做完限期运算以后 我都给他dropout 这样可以 那你的导函数要怎么解呢 导函数要解起来实际不会很难啊 对不对 你就是 你本来 O就直接接到L2了嘛 对不对 O就直接接到L2 现在就只是 多一个dp2 多一个dp1 那往下继续解 那意思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就是多乘上一个 dropout的导函数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dropout导函数长什么样子呢 就长这个样子嘛 这很简单吧 只是你要记录下 哪些是你抽到的 抽到的那些 导函数就是0 剩下导函数就是 1除以1-dp 那如果你dp设为0.5 那你就是2倍 这样可以吧 所以说 请你试着 加入一下 呃 我觉得 这个首科 首科神经网路本身是很难的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首科的这个函数 但是我觉得 你们要学起来 其实并不 并不见得一定要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要怎么加进去的 好不好 我其实加的非常简单 我都有用这个 我都有用这个注解起来 就是 我去怎么去把它加进来 好不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试一下 那这个东西啊 我希望大家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多做一下 就是 这个 你看你这边又多一个0.5 然后这边又有正值的话 西数 这边又有什么noise 然后这边又有bench size要调 我希望啊 这边大家可以花 就是15分钟的时间 就是 你各种不同组合都试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等一下 希望大家 可以 发表一下意见 我们等一下会问一个问题啊 对不对 那回答 就是愿意分享的 我们就加一分啊 就是这三个 你告诉我哪一个 你觉得比较好吗 那为什么 你做了什么实验 好那我们就这个样子 好那Dropout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我怎么加的啦 基本上 应该 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 手刻都刻得出来嘛 大家回家再自己研究 好那 只是重点有一个 就是 参数很多啊 这个 调不完 好那 有没有人要分享 有没有人做够实验的 想要分享的 来举手 来请讲 这几个 你做了什么实验 这几个哪一个比较好 感觉如何 就是我觉得 nose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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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试的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浪达是多少到多少 dropout是多少到多少 我应该说我都是设0.5 可是 你都设0.5 浪达你也设0.5 我其实一开始是想射就是出现就是overview的状况 就是我把那个 ban site射到四方 就是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就出现 就是它会变成acrase是0.8 然后另外 然后manage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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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然后 那时候nose比较 dropout的设计 对 对 然后 后来我就把dropout的设计 然后noise是0 然后它修正以后它变成 它变成 它变成 它的那个trainning的vay trainning accuracy会下降 对 它变成0.8 对 但是它的vay就比较接近 变成0.7 这样不就是没有overfitting了吧 对 那这样noise呢 noise你调了以后咧 对 然后换成noise是0.5 然后dropout是0 所以dropout变成0 然后 然后 然后它的trainning的变成0.8 就是没有下降那么多 对 对 然后呢 然后 好 我知道我知道 啊然后veredation accuracy呢 那也是0.8 所以它也没有 任何vay 好 好 我知道 所以你觉得noise0.5 比dropout0.5好嘛 对不对 好 那我应该是 好 没关系 这你的common了 你刚才想举手 你先讲讲它的说法 你同意吗 对 对 对 做得到准备的时候 我只要演讲 你懂得成功 对 造造剧的 有两个体验 但是相对讲自己的感觉 就能看不成功 哈囉 Loss 是什麼? 浪打是不是 Loss 這邊沒有Loss啊 你聊的參數是什麼? 浪打嗎? Noise 0.01得到的結果比較好 哇 你們方向真的差很多耶 對不對 好 那個均衡等下這兩個就加分了 好不好 好 不過 我跟大家講一個 有一些現象 我覺得你們抓到的是同意的啦 Drop out 你射得越大 射到很大很大的時候 training accuracy 會比 realization accuracy 會比較低 這件事情齁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你們觀察到的是對的啦 因為我想到我的程式 有的程式是怎麼寫的 這樣子 我剛剛跟你們講有一點地方有問題 因為啊 你想想看你在做training的時候 你的 data 是有限的啊 你用少數的 data 去預測而已啊 你沒有讓全班一起考試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射drop out 的時候 你在training 的過程中 得到的 accuracy 等於是比較 沒有那麼完整的 accuracy 對不對 你全班有100個人 你只用20個人考 那你 performance 稍微低一點 那也是應該的啊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不過 training 的 accuracy 不重要 這個大家都同意啊 不過 總之大家都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 你drop out 如果從0.1開始射的話 慢慢你射高一點 就是剛剛這位同學有講嘛 對不對 你就越來越沒有overfitting的狀況 可是射到高到一定程度 他就兩個一起降了 對不對 根本學不起來 沒有錯 幾乎所有的 避免過度擬核的工具都有這個現象 就是 當你一開始有過度擬核的時候 你越射越高 他就training accuracy 在下降 validation 有時候會上升 有時候會下降 但是 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他們兩個都一起降 當他們追上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會一起降 因為學不會 所以任何一個參數啊 這個都 建議你啊 要好好調 就是你調到一定程度 就不要 就是他會是一個 曲線啊 就是 他不會是什麼 數字調越高越好這樣子 一定是有一個適合的value 這樣 這第一個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那第二個啊 就是跨 方法的比較 就是noise 這個noise noise 是這樣 你看有人說0.01比較好嗎 對不對 那有人說 0.5比較好嗎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有時候不同condition之下 這個其實 很難這麼比較 就是你可以這麼想嘛 就是你總共有10個工具 你現在總共有4個工具去避免overfitting 對不對 你有noise 有lunda 有dp 有bench size 對不對 no overfitting 就是 如果你今天用 這四個東西 你這個model 總共能夠給他 避免overfitting的 這個總分 就是你總共每個工具加起來 只要用到40分 他就已經可以完全解決了 那你可以 第一項工具用20分 第二項用5分 第三項用5分 第四項用10分 你可以用不同的組合啦 這樣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吧 沒有說一定要哪一個喔 就是你全部一起 你 就是你只要有一些合適的分配 其實有沒有用誰 其實意思都差不多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我想說的是 現在你就知道為什麼dropout 為什麼剛出來的時候大家都用 現在 就沒有那麼一定要用 因為其實可替代品很多吧 我們現在就講一大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我很感謝同學的分享啦 就是有做實驗 你就會深刻的記住一些事情 雖然不見得做的事情 就是不見得就是你觀察到的事情 真的很有理論上的依據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第四節 第四節沒有練習題啊 就單純是一個知識的分享 就是我們來進行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使用 我們如果只訓練五千代 跟訓練一萬代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五千代的時候 他是七八七八對吧 一萬的時候 八十七九 好當然啦 這個model我們比下面的model 我們比他好 有 看model誰比誰好 是看validation accuracy 不是看他們兩個差距有多少 他們兩個差距很大 如果今天我們做了一個model training是95% validation是90% 這個model有沒有overfitting 有overfitting 但是他model好不好 很好 比我們現在的每一個都還要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overfitting跟 model好不好 是兩回事喔 但是overfitting 如果有overfitting發生 代表你可能有進步的空間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你們在調的過程中 你們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在讓training accuracy下降的時候 gradation accuracy 通常一開始會上升 應該你們都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overfitting代表是你有進步的空間 不代表說你的model 一定是不好 好 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 你們會發現啊就是 五千代的時候 他可能還 五千到一萬是兩個都提升嗎 對不對 代表這個時候 是叫 還沒有fitting好的 underfitting 到了這裡 你發現這個繼續提升 但這個他也下降 這個時候就是overfitting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是說 即使已經有這麼多參數可以調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你有沒有考慮 就是他training幾代 training的越多代 當然就越有可能去把那些noise學會 因為在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先學個大概 之後就開始去修編嘛 就是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上節課那個 就是你去分那些紅點 藍點的那些圖 一定一開始就是先畫個大概 然後慢慢的再去修編 所以如果我們發現了 就是我們如果隨時去監控 training accuracy跟validation accuracy 我們發現validation accuracy在下降 training accuracy在上升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叫他停下 不要再做了 這個東西叫early stop 提早停止 當然還有學習率的調整 學習率的調整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有講過 Bench size是從小調到大對不對 那學習率呢 學習率我們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你要學快一點 一定是先大一點 然後之後你希望小一點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啊 要隨時去監測我們的 training跟validation accuracy 以後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必須做這件事情 那你在程式裡面要怎麼寫 這個等到我們到用套件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來學說要怎麼去做 那個套件其實 那個 我們下節課開始要學套件 其實蠻自由的 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但你要記住這件事情 來我們這邊有一篇paper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篇paper 我覺得這篇paper寫的蠻好的 就是 這是stanford團隊寫的 就這個 這邊有一個叫 Andrew Nung 這個人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人是什麼了不起的人 好 好 這是一個越南人啊 叫吳文達 你們有看過嗎 他有來台灣演講過耶 好他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樣了不起的人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維基百科 好這個 反正吳文達啊 多麼了不起 我們就不講了好不好 吳文達 還是我們就 我們用一個數字來量化一下他好了 好 我們去google scholar搜尋一下他 看他這輩子發的paper被引用幾次 我們就可以了解他 這個人了不了不起 是不是了不起的人 好21萬 這國防疫學院最多的大概1萬 也不要這麼瞧不起國防疫學院好了 講了好像一副21萬 在台灣很容易找到 台灣最多的是誰啊 行政院院長嗎 陳建人英文怎麼拼啊 我們來查一下好了 好啦我們來查一下好不好 陳建人應該是台灣最多的囉 就是應該沒有人出 他是真的最多喔 應該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就是應該不是說他是行政院院長 所以我們就說他最多 應該他是最多的喔 好不好 我們來查一下他的多少好了 好不好 不然你們以為21萬真的到處都是 欸沒有喔 好啦我覺得他應該不會有21萬 應該全台灣不會有任何人21萬 21萬真的很難啊 好那 那他的paper 我覺得他的paper寫得很好 就是這篇paper我是蠻推薦大家看的 當然現在可能很多人看 就是你們學到今天為止 你們應該 這篇paper已經可以看懂很多了 這篇paper是用 胸部還是光去做 這個深度學習模型去做判讀 那他是一個 史丹佛資工系的老師 那他做醫學的題目 所以說他跟很多 他的那個paper寫得 非常的細節 就怎麼training出來寫得非常非常細節 細節要什麼程度咧 我們來帶大家稍微讀一下好了 這個 你看他這裡甚至會寫 我們這邊 算了我懶得帶大家讀 他說什麼 把data變成512乘512什麼 最後 一個parameter learnable 的parameter 600多萬 這種你很少在醫學的paper裡面看到這種描述 可是啊 他畢竟發在plastmedicine 所以醫學 這個醫學領域的人要看懂應該也不是那麼難 所以我很推薦入門的paper看這篇 這篇 就是你要你要做醫療AI 然後你要看paper 你去看 那我們來看他裡面有一句話 這我直接貼上來 他說retrain the network with minibanks of size 8 然後 using the initial learning rate of 這個1分之1 這話你是不是發現你又看得懂 對不對 然後接著 that was decayed by a factor of 10 each time 然後這個在什麼狀況下咧 在loss 在loss 就是成為 就是不再下降的時候 他就 出於10 所以他rain rate越來越小 對不對 然後 什麼叫一個epoc 一個epoc 這個事情我還沒教 就是 我大概 下一節課用套件的時候 我才會教你什麼epoc 就是 你所有的sample都看過一次 的時候 這樣子 我們現在mini bench size 是 每一次抽20 對不對 假設你的樣本100萬 那一個epoc 就是2萬代 就是你所有的樣本都看過一次了 那 這就要一個epoc 這樣子 好 他後面其實還有註解 他怕 實在是怕醫學院的人看不懂 對不對 好 然後他如果 他如何去prevent network 的offity early stop was performed 他每一個epoc 就把safe的network 網路都存下來 網路都存下來 然後啊 他在最後的時候 他去選那個network 他一定會選 他一定會有很多個 因為網路每一代都存下來對不對 他一定會有很多網路 他去選那個network with the lowest loss on the tuning set 他的tuning set 相當於我們的redention set 這樣可以了解 你們可以去看看這篇paper 我蠻推薦大家看的 因為 尤其是你現在把 web decay 什麼那些tune 都學會了以後 你會發現 你看他的paper 會 你好像看得懂他 你可以好像可以想像出來 他是怎麼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 所以這個我想就是 反正我是覺得 就是這些方法都是拿來做 避免overfitting的 方法都不特別 就是沒有說什麼 有很 就是很深的數學理論啊 什麼都很簡單啊 但是全部加在一起 這就是知識的累積啊 好 好那這個 我們不演示如何修正程式碼 那這裡有一些example 你可以去看啊 好那我們就不討論 因為啊 眾多過度擬合的方法 其實並不是要讓你看得 眼花撩亂啊 就是其實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如果會 我們這樣教了五六個方法 對不對 這五六個方法 其實你只要會兩三種 那你用到差不多 那其實就可以了 不見得全部都要會了 那只是說 因為你在看paper的時候 不見得 我不希望你某一天看到paper 裡面有dropout 然後你聽不懂 你看不懂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我還是把所有的方法 常見的方法都教了 這樣可以 但是你不見得都要會了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上課都上到這裡 那三大理論問題 過度擬合 T度消失 權重出實話 過度擬合啊 基本上 今天這樣講完 已經差不多解決了 就是 反正他一直會存在 那解決方法很多種 那 反正你就盡量去想辦法解決 解決不了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你的tuning set 你在tuning set 只要performance 就算過度擬合 那也不是問題 這樣可以 只是你 人家可能還有進步的空間 你沒有把那個進步的空間 妥善利用而已 好 T度消失問題 問題很大 因為在你沒有 你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以前 你的model永遠複雜不起來 這是個重要問題 你之後會解決 好 那至少 這2012年還解決不了 所以 在過度擬合問題上 我們跟上2012年的時代 權重出實話問題還沒解決 好 那 反正你大概知道了 我們 大概上課目前 上到這裡 你應該知道 我們 其實 如果你可以熟練運用連鎖率 神經網路的本質 是很多 可為分的層 組合在一起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以後我們要 build一個神經網路 我們要建一個神經網路 用build不好 是establish 好 那 你要建一個神經網路 你其實就是把每一層定義好 input丟進去 然後你要先經過A層 再經過B層 再經過C層 再經過D層 那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自己的神經網路 不見得你的神經網路一定要什麼 先經過全連接 先經過那個什麼 這個 我們的耳樓函數 叫全連接成 Foley Connectic Layer 它其實是有個名字 叫Foley Connectic Layer 為什麼是全連接 因為你看這裡 它是不是全連接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所以它要全連接成 Drop out Layer Review Layer 神經網路本質上就是這樣疊上去 之後我們要套件來做神經網路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第一行 你就是第一個 Layer 第二行就是第二個 Layer 你要去先定義 那個神經網路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你可能要熟悉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 你才有辦法用那個套件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那套件會幫你解連鎖率 所以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 你只要把Predition function定義出來就好 這樣可以喔 好 那 之後 我們還會再教新的 Layer 那從套件的角度來講 都是多一個程式碼 而已 那你就是把不同的 Layer 組合起來 你就可以組合出自己的神經網路了 好 那目前我們該學的東西就差不多了 痛苦的過程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後面就要教大家用套件 好 那下一節課開始 那個 我們就 程式 就是我建議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有那個 大家都可以那個 用 Server 對不對 所以啊 大家應該 要 大家應該這個就是 要使用那個套件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我已經直接幫你們灌好 那我建議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在下一節課來以前 就是從下一節課開始 每一節課都先預習一下好不好 你預習只要做一件事 你把所有程式碼都貼過一次好不好 就是 這裡 就是我們今天還要教你貼程式碼 我們下一節課希望一件事就是 至少這些程式碼你都先貼過一次 你知道他要怎麼做的 然後練習題 練習的答案的這些程式碼 你也貼過一次喔 好不好 那你能夠花多少時間先去了解 這個就看你好不好 可是我希望你至少先貼過一次 我們不希望就是下個禮拜 還會有什麼 喔這個這邊有個bug 沒辦法做什麼 之類的是問題 這樣可以 因為這樣速度才快 因為下個禮拜的程式一定是要會的 不然你以後就不會做神經網路了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阿 好啊 好可憐 好可憐